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很多朋友香菇买回家 不是炒,就是做汤 今天阿剑,告诉大家一个香菇的新吃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吃做的吧 首先我们将香菇蒂,给它剪下来 香菇蒂的话,我们也不要扔 给它晒干,可以做配菜用 剪好之后,给它放到清水里面 往里面加入两小勺面粉 香菇有非常多的褶皱 往里面加入面粉,能更好的清洗干净 再用清水,多给它清洗两遍 洗干净之后,给它挤干水分 锅中水提前烧开 往里面下入一小勺盐 然后把香菇给它倒进去 给它煮两分钟,将香菇煮熟 同时也可以去除炒酸 朋友们,阿剑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 能否用你发赛的小手 给阿剑点个赞,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者留言 都是对阿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两分钟后,我们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再给它放到凉水里面 给它投凉 放凉之后 再给它挤干水分 挤干水分后,给它放入盘中 然后找一把剪刀 给它转着圈剪 剪成条状 剪成条状 剪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像山鱼一样 剩下的香菇也按同样的方法 全部给它剪成条 像这样全部剪好之后 我们再找一块纱布 给它放到纱布里面 再挤干水分 挤好之后,给它倒到碗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调效味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生抽 来点胡椒粉 口味重一点的话 再往里面加入一丢丢盐 千万不要加的太多 不然的话就咸了 再用筷子 给它翻翻均匀 搅至入味 搅匀后,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面糊 准备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给它倒到小碗里面 再往里面打入一枚鸡蛋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量的啤酒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如果买不到小酥肉粉的话 也可以用土豆定粉 面粉 加点泡打粉 比例是5比5 然后泡到粉的话 一斤面粉 加2克 调成像这样稍微浓稠一点的面糊 然后我们直接将面糊 给它倒到香菇里面 倒好之后 继续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让香菇都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 搅好之后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将锅烧热 倒入昨天炸鱼蓝片剩下的油 油温烧至5成热 然后一个一个 给它夹入锅中 开中小火 给它慢炸 开中小火 给它慢炸 炸至进行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锅动一下 防止粘粘 边炸 边给它搅动 大概给它炸2-3分钟 炸至表皮金黄 然后我们迅速地将它捞出来 一锅炸不完 我们给它做两锅炸 按同样的方法 给它炸至金黄酥脆 全部炸好后 然后用露勺给它捞出来 再将油温升高 给它复杂一遍 这样吃起来的话 更加的酥脆 再做一锅炸 再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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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太香了 隔壁邻居都闻到了香味 等做出来 和邻居们一起分享 好了 像这样 炸至金黄酥脆 然后我们用露勺给它捞出来 控干油分 哇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烹香烹香的 吃的时候我们再撒上烧烤料 或者椒盐 哇 真的是比酵酥肉还要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试 特别的美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